大家好,我叫温格,来自四川 我八岁开始弹吉他 现在创作的歌有二十余首 设计的风格比较多 但是都很小众 以布鲁斯 乡村 独立民谣 受众群比较小 所以我的歌还蛮少人听的 但是我想让大家接触到一些不一样的音乐 我很喜欢纸弹 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尝试把纸弹融进我的作品里 现在很多人都在弹吉他 但我相信我让你看到的会有些不一样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睡前的半个钟 那好准备的梦 那好准备的梦 你说你不会睡着 然后就没了生效 小心 甜蜜的要悠用 只顾单灌它敏诱 随着风吹多久 梦都不悔做 就算变黑了烟 我把你的脚都放一放 然后跟我走一场 随着黑夜漫长 把你的脆弱都放一放 然后跟我走一场 关着气候冰冷 这边远的角落 拥着弹火 烧出的结果 你说着温度刚好够 拥着我 我是属于那种 经常会灵光一线的人 我每天都练琴 练着练着就会迸出一些旋律 盆栽或者绿植能带给我灵感 我的创作质量密切相关 家就有超多盆栽 还有一棵树 就很喜欢在那棵树下创作啊弹琴啊 后来去了北京 也买了棵盆栽 显然稍果就不怎么好 所以我就搬家了 搬到了一个森林旁边的房子 我这首初冬的琴诗就是在森林里写的 我相信灵感是秘密的一些因素赐给你的 但这和努力密不可分 你必须每天练琴每天学习 当灵感来临的时候 你才能把那些抽象的意识转化为旋律 相信那些你经历的学到的都会融进你的音乐里 我想你先来拿来 我先来看看 你先来给你 我谢谢我的棵子一样 我先来给你 你先来看看 那麵子一样